任何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都将被视作为制队 让各集团对俄罗斯的侵略 什么意思呢 如果波兰什么的他们要上或者是有这方面的 那我就认为是你整个北约在跟我宣传 这是这条的意思 下一个俄罗斯拥有保留使用核武器回击 针对俄罗斯和他的盟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权利 这里边当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领土主权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时候 俄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 也就是允许俄罗斯不仅可以打击乌克兰 还可以打击向他提供了远程武器的盟友 我都可以拿核武器扔你 那你这几条都改了都签完了 那现在乌克兰攻击了你的俄罗斯本土 按照你刚刚签署的新的核政策 可以了 俄罗斯就已经可以用核武器攻击乌克兰 攻击后边的美国和英国了 可以了 你扔吧 所以说呢 那大家现在就都看着普京 那你来来吧 那怎么弄呢 很多人呢 其实一直担心普京会不会向乌克兰扔核弹 为什么说乌克兰人已经不怕了 战争打了三年了 双方的死亡人数早就超过了百万了 已经相当于20颗当年广岛原子弹的杀伤地了 你还在说一个什么原子弹有什么意义 你已经扔了无数的那种航空炸弹 那种什么温压弹 凑的一块早相当于N多颗原子弹了 所以说呢 你扔不扔核弹 严格讲那边已经无所谓了 已经无所谓了 你扔不扔核弹的杀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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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